大家好,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Jungo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学习第18课 增加购物车表单及处理表单 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到如何在Jungo当中启用Session 我们要做成一个购物车呢 需要用Cookie和Session来记录我们客户端的信息 但是客户端的信息 用户选择的是哪件商品 然后最终要传送到服务端来进行处理是怎么完成的呢 我们就用表单来提交数据 表单在web开发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组件 像我们在线编辑器 它也是一个表单 在我们注册账号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表单 让我们填写账户名和密码这些东西 在正式开始讲课之前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教程的Jungo框架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版的 1.9.5 我们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都会跟进我们最新的稳定版本 然后Jungo里面的它各种模块以及函数的用法呢 均按照官方推荐的那种方式来用 比如说咱们写那个URL 原来我们的写法可能是URLpatterns 然后等于 然后后面呢 再写上一个用那个Patterns方法 第一个参数呢就是传一个模块的字符串 它属于哪一个APP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再去传正则表达式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用法 但是在Jungo1.9 1.8 1.9以后呢 它推荐的是URL呢 就用一个列表来存放 然后在列表里面呢 是由一个一个的URL对象来组成的 就不再推荐用Patterns这个方法来写了 因为在1.0 1.10这个版本当中呢 Patterns的函数呢 将会被删除掉啊 所以大家也都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同时呢 咱们这个代码写出来的呢 也是兼容Jungo1.x各个版本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Jungo表单 在Jungo里面使用表单呢 大家可能都自己预习过 或者说看见过 有一个叫做form的一个类 咱们继承这个类呢 然后写上继承这个类 自己定义一个子类 在这个子类里面呢 写上这个表单 它需要的各种属性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子类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就是我们现在要在商品的详情页面 也就是咱们那个show product这个页面呢 给它有一个添加制购物车表单 这个添加制购物车表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看一下整个页面 这个就是商品详情页 这里我们事先留了一个站位的说明 就是说这里要有一个按钮 咱们能够把这个商品给添加到购物车 就类似于咱们打开天猫看一下啊 天猫 然后随便点一个随便点一个那个商品 好了我们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数量对吧 有一个数量 然后可以增加数量啊 然后再点一个加入购物车 对吧 确认就可以加入购物车 它这个是由一个表单来完成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小白购这个网站里面呢 这里有一个添加的购物车 咱们也会做一个类似的一个表单 来让用户输入 他需要添加多少个商品 然后再把它添加到购物车 虽然只有一两个字段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表单 咱们可以用它来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网站的服务端 后台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处理 咱们上一节课讲到了 我们Cookie是干什么用的 Cookie是在本地来存放我们的购物车的ID的 Cart ID 然后咱们用Cart ID来表示 咱们这个购物车里面有哪些item 就是有哪些商品 有具有相同的Cart ID的商品呢 说明它是同一个购物车里面的 然后呢 为了让用户能够啊 比如说这一次添加大陆购物车 然后接着他换一台电脑 或者说在下一次再登录能够使用呢 咱们还会把这个信息呢 给写到session里面去 这个东西呢 我们后面再讲 今天咱们就主要讲 把这个添加购物车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咱们来看一下实力的代码 我们在catalog里面 为什么要在catalog里面呢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界面呢 就是在看我们的这个商品分类下面的某一个具体的商品 对吧 所以咱们是在catalog这个APP里面 然后看到forms啊 这个模块 在这个模块里面呢 我们写上当前应用里面需要用到的表单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我们里面已经写上了一个product admin form 这个是我们后台将个admin这个模块来管理我们的商品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一个自定 咱们来自定义这个后台admin面板的一个东西 好 然后下面这个呢 就是这一节口 我们需要添加上去的东西 这个类叫做product attitude card form 也就是说商品添加到购物车的这个表单 然后这个表单里面呢 只有两个属性啊 就是第一行 quantity quantity呢 就是数量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字段呢 是一个integer field 是一个整数字段 按照这样的写法写上去 这里面的几个参数 第一个level level就是说 咱们那个字段的汉语意思 这个汉语前面的标注 像咱们看到网站上面 比如这里数量 它这里这个东西就叫做label 对吧 widget 这个widget呢 它是说form类 我们使用了这个jango的form类 先要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jango这个form类 而不是咱们直接从前台去写一段html 然后再来用js之类的 把那个数据就直接传输到了后台 咱们就在视图里面 那个views里面去直接处理了 这样的做法也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jango还要做一个form这个类 来让我们继承了 来覆盖它的 覆盖这个机类 然后再来做一些这个东西呢 从这个waget里面就可以有所体现 咱们看到这个waget里面 它有一个attr的属性 它首先它是一个textinput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文本 这个input标签的 它是一个input标签 然后它是一个text类型 就是type等于text 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然后里面呢 有一些字 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size是2 然后value是1 它的值是1 然后class class呢 是咱们那个css样式里面会用到的 它的样式名呢 也叫做quanty 然后max length 也就是整个input框 它的最大长度是5个字符 这个地方 有经验的同学一看呢 它和咱们html前端的 那个具体的写法 很相似 是关联起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承form类 来写这个东西 而不是先在前端 直接去用html写一个静态的form 因为jango它可以使用这个 你继承这个form的类的东西呢 就jango会自动的可以把这个对象 你用这个class new一个form对象出来 然后把这个对象呢 就自动给生成html 咱们在这个地方写上 你的html会有哪些属性 jango呢就自动生成出来了 比如说像这个waget这个东西 它这个quanty呢 它就会有一个input标签 然后前面就给你加上数量 label 然后后面呢 就是这个import的属性 这个input标签的属性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东西呢 就是说 还有一个error message 你的那个表单假如说不符合 它的表单验证没有通过的话呢 它可以提示一个错误信息 然后mean value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integer field 最小的值 必须大于等于1 了解form的同学呢 可能还会知道 jango还有一个叫做isvalid等等 这样的一个对form的验证 这个也就是咱们要来继承这个form 写这个类的原因 这样子让我们从前端传到后端的数据 通过这个form类来处理 而不是我们直接在views里面去处理 的原因就是咱们用这个类可以用jango form它里面自己已经提供的很多的函数 方法等等来对咱们前端的数据进行教验 进行替换 进行再加工的操作 非常的方便 然后第二个属性呢 就是productslug也就是产品的那个唯一的名称啊 用这个名称呢 来作为来标记咱们当前这个用户 他是把哪个商品添加到了购物车里面啊 他的属性呢 是一个chartfield啊 是一个字符的那个字段 然后他的widget是什么呢 就是是一个heiden input 也就是是一个隐藏起来的input标签就行了 然后咱们在后台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form来获取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有一个init 这个init方法呢 是一个初始化方法 对象的初始化方法里面 咱们写上了一个save.request等于request 这个呢 也就让我们这个这个product to cut form 这个类可以接收那个前端传过来的request请求 把那个request对象呢存到咱们的这个form里面 然后我们后台在view里面去处理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的方便 补获当前的就是从前台传过来的时候 那个request的对象 然后获取里面的数据 然后根据这个request对象里面的数据呢 Jungle它可以自动去解析你的这个请求里面 它包含着怎样的一种表单数据 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表单对象 然后我们再来操作这个对象就非常的方便 而不是自己去很麻烦的去操作前前台传过来的那种啊 零散的数据 然后下面这个clean clean方法呢 也就是Jungle form里面 它最后一步都会执行 只要你复写了这个方法 它都会去执行的 执行里面的内容 咱们在这个里面执行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也就是 首先看咱们那个是不是有request对象 有了request对象的以后 然后我们呢再来看检查用户的它浏览器那一端 咱们是不是可以给它设置cookie 然后设置的cookie是不是可以正常的工作 如果可以正常的工作呢 就没没关系啊 如果不能正常的工作的话呢 咱们要给它抛出一个异常 说你需要启用cookie啊 对吧 嗯 教验完成以后啊 也就是我们想做的操作做完了以后呢 咱们就把这个clean的data 也就是说经经过那个jangoform这个机制 它去清洗的清洗过后的数据 比如说它为什么要做要叫做clean的data呢 比如说用户他在输入的时候呢 可以可能会输入一些非法的字符串啊 比如说进行一些sicle注入什么的 但是jango呢 他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jango就可以自动的去先把这些恶意的输入给屏蔽掉 给它转移转移成一些html实体什么的 让它对我们的系统呢 不会造成危害 所以这是我们jangoform的用法 以及将个用使用jangoform这个东西的好处 然后要把这个东西给具体在页面上 怎么给展现出来 请看我们来处理个表单 咱们处理这个表单呢 首先我们通过url来访问 咱们看到这个 跟目录下的这个url的配置 之前我们讲过jango它整个一个工作的流程 我们访问页面的时候 首先会被url这些这个模式里面的 啊所匹配的这个这一条给捕获 捕获到了以后呢 然后再交给相应的视图去处理 所以说呢 咱们不管是表单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它始终是从页面上传过来的 那么从页面上传过来的数据 那么它最终呢会到了views里面以后 咱们怎么来处理它呢 好我们看着啊 好我们现在呢是想要把这个 这个地方给它做成一个表单对吧 来找到当前的这个视图 就是这个superduck这这一个视图函数 这个视图函数呢就处理的是当前这个产品详情页面 然后呢我们是想在 是想在这个地方给它替换成表单 我们刚才说了使用这个jangoform 我们可以让它自动来生成一个html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生成的呢 非常的简单和方便 我们先在这个view的顶部 product add to cut form给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以后 我们直接在底下写一个 比如form等于 这个 好就直接给它创建一个当前这个product add to cut form这样的一个类的对象 创建好了这个对象了以后呢 咱们知道这个locals 会把当前这个局部的变量呢全部给作为模板变量 传递到咱们前台去 好了前台也就是前端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template里面 catalog product这个里面 这里面呢 咱们这里有一个添加的购物车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对象给渲染出来 直接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像打印显示一个对象 平常的对象一样的 直接这样给它显示出来 这个是我之前已经添加好的 好 咱们再来看 然后再来刷新一下 好 是不是看到这里有已经有了变化 它有一个数量 咱们这可以写写数字 然后后面这个添加到购物车呢 是就是这一段啊 后面呢 但是咱们现在还没有给它按钮 还没有一个按钮可以点 没有一个按钮可以点 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要在这个地方还是得用 那个html里面的form标签 给它包裹起来 然后给它写一个 给它用 不管是用那个html里面的bottom标签也好 或者是自己用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个按钮 放那儿也好 都可以 咱们还是得需要有这样一个东西 它江古它直接来渲染这个form 它得到的是什么呢 它得到的是咱们从 从这个 等一下啊 咱们直接从这个form里面定义的属性 然后它把每一个属性给列出来就行了 它不它相当于只是有这些input标签 它没有最前面的那个包围它的那个form标签 咱们来看一下html的原代码 看到这里 它有一个数量level是用那个来生成出来的 下面呢是两个input标签 实际上也就就这三个东西啊 就是咱们这个form里面给自动生成的啊 具体的东西呢 我们后面再来细节来讲 今天给大家讲到了咱们这个form具体怎么用起来 然后现在后面还有一点添加购物车页面呢 这个本来是计划在下节课当中的内容的啊 所以我们还是就把它放在下节课去讲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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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中